你们俩谈了一年了 快一年了 这个见过他父母什么的吗 见过 我把他带回家的时候 我们再聊一下父母的事 没想到我觉得挺有缘分的 我父母跟他父母都在广播上过班 然后还认识 但是他对他父母比较叛逆 然后也不喜欢 就是当时我们不是要 说结婚的事吗 他不想结婚 你家里很着急你们结婚的事吗 因为我年纪稍微大几岁是吧 然后肯定会着急 你自己着急结婚吗 我还好其实 然后双方家长就觉得合适 还商量着买房子的事 你说本来就搭在一起 处得来就处 要处不来的话 你说我们还这么年轻 你这房子都买了 到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所以对于女生来说 现在只是一个恋爱时期 或者叫考察的时期 你觉得是在这个阶段对吧 对考察时期 男生已经觉得可以娶她了是吧 我是觉得 因为我也不想失去她 就想让人 干脆我们早点结婚 然后有一个保障 能给一个安全感 我想着 不是结婚了怎么就有安全感了呢 因为我觉得结婚呢 就有一张纸就有一条合约 就是这种安全感 他如果还是要结婚之后 他还跟那些什么这个师傅 那个师傅的你接受吗 所以我需要教她 教她有些人不应该接触 我想领导着她一起走 领导着她一起走 一起我们共同的目标走 所以女生现在对这个感情的判断是什么 通过这么多矛盾 就让我不知道 还要不要继续这段感情 如果今天最后她选择的是离开你 你怎么办 可能还是会舍不得 可能还会追吧 接下来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他老爱教那种不务正业的朋友是吧 我觉得是这样 如果今天有一个年轻帅气 事业又好 各种方面全部都好的男生 单身男生出现 要当她的老师 你还愿意让她和那个人交往吗 坐你旁边那位是吧 厉总是吧 假设 这观众就更直观 假设 比他还要小十岁 对 他也是我 对 愿意吗 所以啊 吃醋就吃醋 嫉妒就是嫉妒 不要去贬低别人 内心的虚弱要证实 所以你看你上来说 啊你怎么怎么不对 你哪哪错了 说一堆 说我要当你人生导师 其实是什么 其实你hold不住嘛 为什么 你女朋友开始 学校里面走出来之后 开始有无限的可能性了 你看到她有那么多的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对你来说是危险 你不知道怎么办 你只能怎么办 你只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紧紧地抱住他 说你不能走 哭着喊着说 不行 哪条路你都不能走 你只能走 我给你选那条路 你能给他选哪条路 选你hold住的路 关心和控制是不同 关心是允许拒绝的 控制是不择手段的 逼迫对方屈服 所以现在很多人是 假借关心之名 来行控制之实嘛 因为你是我女朋友 所以你必须怎么样 因为我跟你谈恋爱 所以你就是错的 你的所有行为都是过界的 赵丹老师一上来就问你 你是谁 你和她男朋友 你就算是她老公 你有资格干涉她和别人吃饭吗 我们大家要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姑娘你要明白一件事情 你就亲密关系有两种方式 一种叫共生 第二种叫互助 她要的是共生 你要的是互助 你要的是两个人独立生长 对吧 你要的是各自有各自的自由 对吧 她不是 她要的是两个人纠缠在一起 是长成一个人的样子 所以重点就来了 你们的差距在什么地方 你们的差距在一个人选择了有限的可能 一个人选择了无限的可能 你们的差距在一个人选择了互助 一个人选择了共生 你们的差距其实是一个三观的差距 我不知道你从哪学来这种 以攻击来掩盖自己弱小和虚弱的方式 但这不应该是一个男人 去爱另一个女人的方式 如果你爱这个人 我们至少要给他一些 让他选择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爱这样的一个人 至少我们要懂得怎么做 才不会去伤害他 谢谢 好 谢谢陆琪老师 谢谢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